可我不愿意跟你交朋友 可我不愿意跟你交朋友 玉蓉 好巧啊 我们又见面了 不知道你今天是否有空 同我吃个午饭 张先生 舍妹跟您不熟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骚扰她 不是 先生 令妹已经长大了 她有自由交朋友的权利 你没有权利干涉她吧 舍妹是已经长大了 但是 赵先生说得没错 我是有自由交友的权利 可我不愿意跟你交朋友 表哥 我们走吧 不好意思 玉蓉 我会再来的 我是有自由交友的权利 我是有自由交友的权利 可我不愿意跟你交朋友 可我不愿意跟你交朋友 好 回开厕吧你 啊 嗯 就是不知道合不合适 您是送给很重要的人吗 那最好让本人来试戴一下 因为每个人手掌的宽度和长度 是不一样的 不过没有关系 您可以和我说一下 他的身高和外貌特征 我帮您估算一下 他 个子高高的 眼睛很亮 手很温暖 手掌很宽 但手指很修长 您是送给情郎吧 放心吧 这副手套 手指长的人戴一定好看 我给您包起来 多少钱 五个大洋 您好 好贵气的手套 给我也来一副 非常抱歉 最后一副 已经被这位客人买了 那你们什么时候还进货呀 抱歉 客人 不好说 不 因为这种意大利纯手工制作手套 我们也是第一次买 我只有三块大洋 先做定金 您帮我先包一下 我回去取来再给您 帮我包起来吧 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包呀 可是这位小姐已经 哎呀 什么可是 我付了钱 这手套就是我的了 包起来吧 这位小姐 咱们买东西 都应该分个先来后到 我已经交了定金了 定金 定金就是没交完钱喽 那我交了钱 手套自然是我的了 可是我刚要付钱 你就一把把钱拍在这儿了 我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我不讲道理 我告诉你 我买过这么多年东西 还没有人说过我不讲道理呢 买东西的道理呢 就是谁付了钱 东西就是谁的 所以我全额付了款 这手套啊就是我的了 你 你完全不讲道理啊 就是抢词夺理嘛 我明明 我还抢词夺理 是你 郑南哥哥 你快看 我给你买了副手套 好看吗 这明明是我看中的手套 已经交了定金 令妹非要夺人所好 夺人所好 看来这个手套 对玉蓉小姐来说 很重要了 娇娇 一副手套而已 人家已经付了定金 咱们就让给他 明明是我先付的钱 谢谢 对了 我不是 你买这个手套 是不是要送给罗密欧先生啊 可据我观察 他戴这个应该不合适 您先收好这个定金 手套帮我留一下 我回家取了钱就给您 谢谢 到了 好吃 你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